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三册的第36课 就是lesson 36 a chance in a million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那么像往常一样 我们还是打开书 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打开书166页 166页 好 把这个书生词短语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Cradulous Cradulous Improbable Improbable Obscure Obscure Made servant Made servant Presume Presume Wickedly Wickedly Plot Plot Downful Downful Na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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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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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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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redible Incredible Resemblance Resemblance S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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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quaint Acquaint Reunite Reunite Assume Assume 好 这是这个书的声词和端语 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其中一些重点词 第一个咱们先看一看这个轻信的容易上当受骗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radulous Cradulous 注意不要读成Cradulous 因为老师说过咱们以前讲过四种常见发音的变化 这个the碰到了这个you前面那个ye 一定发j 这个声音 像did you都快叫did you did you would you 都用这种would you 这个不要读Cradulous 是cradule cradule 这么一个声音 再来没 Cradulous Cradulous 注意这个词是个贬义词 轻信的容易上当受骗的 说明这个人太天真 缺乏人生经验 非常容易被骗 被坏人欺骗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Anna is so credulous 那she will believe anything you tell her Anna这个女孩啊 是如此的容易上当 以至于呢 你说什么 她就信什么 你看这个句子里面 等于把cradulous这个词的含义解释出来了 容易上当受骗的 轻易相信的 好 这是cradulous 跟他类似的有好几个词 本文中生死表中就有一个同意词 就是来自法文的这么一个词汇 大家注意这个爱上面有两个点 这不是电脑出病毒了 就是表示法语嘛 天真的太天真 注意这贬义词啊 并不是表示天真可爱的 而是表示缺乏判断力的太天真 贬义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这个既能读说 啊也能读说爱都行 分别读一下 naive 或者像本文音标里注音 这么读也行 naive 两个翻译都行 再来遍 naive naive 两个都可以 表示天真的 注意这贬义词啊 跟cradulous类似 本文中也是这么一个替换 这个词有字根特别好记 大家记住 cred这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我们见到这个拼写就知道 它一般表示believe 表示相信 表示相信 这个意思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credit 这个词直接可以表示信用 或者是赦账 那么赦账给你必须我的相信你才行啊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 credit credit 读快之后最后那个t 又是失去爆破时间顶住 快点 credit credit 好 我们读一下常见的信用卡 这个词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我得相信你才能让你去设账 去透支 对吧 再比如说呢 本文中的credulous 叫轻信的容易上当受骗的 也来自于相信嘛 我们再读一下 credulous credulous 它的反义词 这个词是个褒义词 什么意思呢 叫不容易上当的 有人生经验的 就是被骗的很多了 有阅历了 对吧 我们大声的叫incredulous incredulous 就是有了社会经验 不容易被骗的 刚好iron是反义词嘛 表示反义的词头 再比如说credible 叫可信的 incredible 叫难意置信的 也是跟相信相关 IBLE表示可以怎么样 可以相信 可以这么记得 我们大声读一下 credible credible 再读一下难意置信的 incredible incredible 是这么一个 还有呢 我们常说的这个证书 或者是证件 能够证明这个人的身份 或能力 使别人相信他吗 也是跟相信相关 我们大声读一下 credentials credentials 证书或者证件 总之大家记住 cred一般跟相信相关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一看这个 不起眼的 不出名的 或者另外一个意思 也可以表示难以理解的 两个意思都行 都很常见 都很常考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obscure obscure 注意 不要读成obscure 老师说过 在s 这个声音后面出现中毒的时候 声带要震动 也就是把k 变成g 这个声音 再来一遍 obscure obscure 好 他第一个意思表示不起眼的 不知名的 那咱们看几个例子 当然他英文解释就是enone或者little known 不起眼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 你想 an obscure little village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不起眼的小村子 an obscure maidservant 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女用人 maidservant 就女用人 女仆人 所以第一个意思表示enone或者little known 就是不弃眼的 默默无闻的 这个 这个不引人注意的 这个意思 那么 还有一个固定的搭配 咱们顺便可以记一记 就一直默默无闻 一直不引人注意 这是一个固定短语 咱们在作文中可以放心用 叫remain obscure remain是保持这个状态 一直不为大家所知 一直默默无闻 我们看当年一个阅读真题 这是当年一个考研的 阅读真题片段 The environment is obviously important But its role has remained obscure 这个环境啊 Environment 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环境的role 咱们以前说过role 本来表示角色 派生意是作用 但是环境的作用呢 却一直很少被大家所了解 这个remain obscure 就是一直不为人知 一直默默无闻 是这么一个搭配 顺便可以记住 这是obscue表示不为人知的 那么它的反义词呢 反义词就是著名的 哎呀表示著名的词太多了 咱们复习一下 可以有这些 比如说well known 刚好跟annone little known是反义词 大声来面 well known famous 注意不要读famous 后面没有字母 舌尖不能勾 是famous 在美音中也不要读famous 在那边 famous famous noted notable eminent celebrated renowned 哎这几词可以表明的 大名鼎鼎的 但是本文中这个obscure呢 是他们的反义词 就默默文的 类似于annone或者little known就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obscure还有重要的第二个意思 就是hard to understand 难以理解的 这个东西非常的深 不好理解 一般人看不懂 我们同样可以看看当年 一到六级阅读真题 六级阅读 六级真题的片段 这六级的一个单选题 这是当时的一个真题的片段 他这么说 very few people could understand his lecture because it was very 一个选择一个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的这次讲座 因为这非常非常的 很少有人理解 就非常的难懂 第一个A选择faint 叫微弱的 微弱的暗淡的 这个我们在第十课 太难听到沉默 微弱的震颤的声音 微弱的不是不通顺的 obscure对了 难以理解嘛 很多人无法理解 因为他这个 讲座非常费解 这个是对的 gloomy叫阴森森的 或阴沉沉昏暗不明的 后面这个indepin 表示不明确的 比如不明确的期限呢 不明确的含义呀 但在这儿 难以理解废解的 在这个语境中用的最准确 因为前面其实把这个废解的含义 已经表现出来了 could very few people could understand 几乎没什么人能理解 去理解它 当然废解的 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obscure这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不为人知的 默默文的 第二个叫难以理解的 两个意思生活中都很常见 咱们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就是生词表中一个重点词 叫假定推测或者认为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presume presume 假定推测或者是认为 这个词呢 首先在生活中用的特别特别多 而且这个词呢 往往有一点褒义词的味道 它暗示 这个假定推测是有依据的 而且往往暗示 往往是正确的合理的 这个词有点褒义词的味道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from the way they talked I presumed they were a couple 从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样子 我推测呢 估计这两个人可能是两口子 是一对 这个是有依据的嘛 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瞎猜 但我估计我推测的可能是 是夫妇是两口子 这个 then 并不是从俱这个连词可以去掉 这个是都没问题的 固定搭配还有 be presumed dead be presumed innocent 这固定搭配 叫被认为已经死掉了 或被估计被推测是清白的 而这个一般暗示可能是正确合理的 这是包意思 be presumed dead 或innocent innocent咱们见过的清白的 无辜的无罪的 对吧 我们同样看一些 简单的例子 先看在本文中 就这篇文章的第五行 咱们三十六个的第五行中间 A long lost brother who was presumed dead was really alive all the time and weakly plotting to bring about the heroes downfall 一个长期失去殷序的兄弟 那么被认为的已经死掉了 其实人们一直都活着 并且还非常邪恶的 要谋划 要导致主人公的垮台 就是要暗算主人公 你看be presumed dead 固定搭配 是这么一个 再比如说 you'r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you're proved guilty 那么直到你被证明有罪之前 你都被假定是清白无故的 这是无罪推定原则 be presumed dead 或innocent 被认为被推测 是怎么样的 好 那表示认为推测 假定有许许多的词汇 比如说我们看 有一些比较常见 大家最熟悉的 believe think I believe 我认为 我估计都可以用 或者suppose都可以 最后还有一个assume 但是assume这个词 往往有编译词的味道 贬译词 它一般是指什么呢 指没有依据的这个推测 而且一般暗示是错的 而前面三个词 是比较简单的词 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记住 presume 一般是褒译词 而assume 往往是贬译词 尽管都翻译了推测 但presume强调合理 assume强调 没有依据 而且暗示是错的 前面三个词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就是推测 好 我们同样看课文中的例子 比如说在本文中 出现这个替换 本文中第十行 到第十一行 就在三十六和第十 到第十一行 A German taxi driver France Basman Found a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20 years before 一个德国出自司机 France Basman 发现了个兄弟 这个兄弟被推测 被认为被估计 二十年前早就死掉了 Be thought 对 Let's think 对吧 是一样的 这个再比方说 我们在第十四和里见过的 一百四十二页的 第十二行 到第十三行 一百四十二页 十二到第十三行 Everyone to the funeral For the girls were none other than Erik Cox a third brother who was supposed to have died as a young man 每个人都参加葬礼 因为这个鬼 不是别人 正是艾蒂克考克斯 他是家里的 另外一个兄弟 而这个人被认为呢 年轻时早就死掉了 被认为 被推测 被估计 be supposed 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这个跟think believe是类似的 好 这是表示认为 这几个常见的词 还有我们以前 在三十二个见过的 还以为是什么什么呢 表示还以为 也是暗示 往往是错的 后来被证明 这看法是错的 还以为用什么 be ended impression that 表示某人 还以为是这样的呢 其实不是 大家记得吗 这个结构 咱们重点讲过 咱们复习一下 在这个一百五十页的 第十到十一行 一百五十页的 十到十一行 Now the crew what at first ended impression that the lost stream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proved him wrong 用的非常对 尽管这些船员们 一开始还以为 这个沉船被找到了 但是箱子里的东西 证明他们是错的 你看叫还以为吧 我们确实证明 这看法是错的 叫还以为 这个结构 我做固定搭配 顺便可以记住 我们同时可以记住 另外一个 叫想当然的以为 也是表示人的看法 叫ticket for granted net 想当然的以为 也是表示根本就没有 这个论据 没有任何依据 我认为肯定是这样了 想当然的认为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这个it 还是形式宾语 我们that从句 是真正的宾语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叫做 you can't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children will behave themselves 怎么翻译呢 你不能够想当然的认为 这些孩子一定会规规矩矩的 behave oneself 叫老实的 behave yourself 老实点规矩点 但是小孩子在家里说得很好 到那地方你可管不了了 人马上就人来分了 对吧 想当然的认为 这个结构可以跟推测 估计同时记录 几个精彩搭配 我们跟词汇同时记住 把这个词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认为推测相关词汇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 就是秘密谋划 暗中策划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便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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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中谋划 秘密的规划 这个词非常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plot做名词本身 就会表示阴谋诡计 这个意思 当然plot做名词也表示 电影过故事的情节 派生意是阴谋都行 做动词当然是秘密谋划 谋划这个事一般还没有做 所以后面一般家动词不定是to do 谋划密谋去做模式 跟它一个非常类似的词汇 还有scheme 你看这个scheme 它本身也可以表示当名词 叫阴谋诡计 派生意做动词呢 就是秘密谋划 就是要去做坏事来 把这两个词分别再读一下 plot scheme 同样不能读scheme s后面要浊化 在里面 scheme 也是加动词不定是to do 叫密谋 这个看一些简单例子吧 the criminal was plotting or the criminal was scheming to rob the bank 这个罪犯正在密谋去抢劫银行 plot to do scheme to do 注意去掉一加英词就好了 那本文中又出现了 它的一个近义词 也是密密谋划 暗中策划 叫conspire to do 也有扁语词非道 也是去密谋做坏事 但注意这个拼写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nspire conspire 也是密密谋划或规划 它后面也是加to do 你密谋的事 我们还没做 正在谋划 但注意 see when这个字头 表示一起在一块 所以这个词 一般翻译成合谋 所以它的主语 不能用单数 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叫合谋做模式 同样刚才这句话 用它就不对 我们改成the criminals or conspiring to rob the bank 这些囚犯 这些罪犯 这还没被抓起来呢 这些罪犯怎么样呢 正在密谋去抢银行 他们在合谋 几个人在一起 可以说这事 那么同样呢 我们可以顺便记住 这conspire有个重要的派生意 就是本文中的派生意 表示很多事情凑在一块 造成了一个倒霉的 不愉快的结果 那么它的主语一定也是 两个和两意上的东西来 很多事凑在一块 促成了某个不愉快的结果 因为它本意表示密谋嘛 所以是贬义词嘛 咱们看个例子 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Bad weather and car trouble conspired to ruin our vacation 你看这个 conspired to do 用的恰如气氛 坏天气 再加上汽车故障 结果呢 导致我们毁掉了 我们的假期 就好像这个人 两个人有思想一样 密谋在一块 结果呢 导致这个结果 就坏天气 又赶上汽车故障 结果毁掉了我们的假期 就是很多倒霉 是凑在一块 促成了某个结果 那么这个用法 我们在课文中 还会再次碰到 这是把三个 合谋密谋放在一块记 注意这个conspire 常常可以做排声音 就好了 好 这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 比较重点的词呢 咱们来看看 相似 这个名词 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resemblance 再来一遍 resemblance 叫做相似 这是个名词 但是这个词比较个儿大 咱们先看它 通过的动词 就是跟什么什么很像 注意极无动词 直接可以加平语 大声里面 resemble resemble 表示和某人某物 非常像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注意是极无动词 直接加平语 she closely resembles her mother in every way closely resemble 就是非常像 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 哎呀 非常非常像 她跟她的妈妈 in every way way是什么意思的 李老师以前说过 way跟in搭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用某个方法 第二个是在某个方面 本文中当然是方便了 她跟她的妈妈 在各个方面都特别像 注意resemble 极无动词 直接加平语就好了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我们说这个 resemblance 表示相似 这名词得即搭配了 我们先大声读一遍 resemblance resemblance 它的搭配是什么呢 叫bear aresemblance to 跟什么什么很像 那这个resemblance前面 可以加修饰于限定嘛 把它加强啊 或减弱啊 来修饰它 比如说 the lady bears a resemblance to my mother 这个女士 跟我妈妈有一些像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可以加信念词 the lady bears a close resemblance to my mother 这位女士 跟我妈妈 长得特别像 刚才是 closely resemble 那么把ressemble 变成名词 resemblance 那closely 就会形容词close 这个女的 你看那个眉毛 那个脸 那个鼻子 那个眼 跟我妈妈 长得怎么那么像呢 理解一看 就是我妈妈 特别像 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不像呢 那把前面用no 否定就好了 the lady bears no resemblance to my mother 这个女的 跟我妈妈 一点都不像 我妈妈 多多多多 多温和嘛 你看这女的 光着大吉量 胸前门 两头带鱼 揉四个铁球 拉两头狗 往了一站 这哪是我妈妈呢 一点都不像 这是 resemblance和ressemblance 相关的这几个搭配 我们可以同时记住 咱们可以回顾一下 咱们以前说过 那个比尔盖茨 那个名言 咱们看看 里面就出现了像 这个搭配 Your school may have done away with winners and losers but life has not 你的学校 可能已经废除了 成功者和失败者的 这个差异 但生活却没有 do away with 表示abolish 废除的意思 再看 In some schools they have abolished failing grades 在一些学校里面 他们已经废除了 不及格的成绩 你发现 abolish 就是前面那个 do away with 比尔盖茨 也就是写文章的替换 那they will give you as many time as you want to get the right answer 他呢 可能给你想要 多少次 就多少次的机会 来得到正确的答案 这是学校的保护 孩子自信心嘛 这是对的 但是 this doesn't bear the slightest resemblance to anything in real life 这是进一步加强语气了 但是这些东西 怎么呢 与现实 生物中的任何事 怎么样 一丁点都不像 就是哪怕 你们有最轻微的 相似数都没有 就是 doesn't bear the slightest resemblance to 这个结构 我们顺便记住 生物中也能用 这是比较像 resemble和 resemblance 相关的几个搭配 好 这个相似 这个名词 跟相应的动词 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 好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一个重点词 这就是 使某人熟悉 或者了解 注意十一动词 后面得加弭语 或者用被动 我们大声读一下 acquaint acquaint 叫它使某人熟悉 或者使了解 所以这个词 一般用被动呢 它比较常见一些 我们先看看搭配 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对什么什么熟悉 比acquainted with 对某人某是熟悉 或者用get 或者become acquainted with 用get和become呢 强调由不熟悉 变得熟悉 这个过程 而被动词强调 这个状态 对什么什么熟悉 那么get 更口语化一些 become 更书面化一些 都行 叫对什么什么熟悉 或变得熟悉 注意 后面借词 加with 而不加by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I'm not acquainted with him 我对他不熟悉 这个直状态 用be动词是对的 我跟他不熟 可能只见过一两面 但不熟 he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 work 他变得 对这个工作呢 熟悉起来了 就一开始陌生 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就变得熟悉了 这个用的是对的 好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个 咱们以前见过的 对什么什么很熟悉 有一个 familiar形式 你发现搭配类似 be familiar with 或者get 或者become familiar with 都可以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这个熟悉的 注意这个一个L 可以当两个L来用 G可以读成 我们大声那边 familiar familiar 也可以读成 一个L 就是把L 光根后面这个屏 在里面 familiar familiar 你看familiar familiar 都行 就对什么什么熟悉的 同样的 B动词强调状态 而两个系动词 强调状态的变化 都行 比如说 he was familiar with the work 他跟这个 他对着工作很熟悉 但是我们这 familiar这个词 可以倒过来用 就是the work was familiar to him 这个工作对他来说 很熟悉 但是注意 acquainted 这个词 是不可能倒过来用的 所以呢 be familiar with 对什么熟悉 be familiar to 对什么人来说 这个动静是熟悉的 这个是比acquainted 多了一手 我们再记一下 这个acquainted 的名词形式 特别常见 就是熟人 我们大声那边 acquaintance acquaintance 就是熟人 就是我们比较 熟悉的人了 我们看例子 he is my only acquaintance in the little town 他是我在小城里 唯一的熟人 注意 表示熟人 是科述名词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 就看在这儿 本科书中最后一个 比较重点的词 就是使团聚 也是一个使移动词 那使移动词 一般用被动 比较常见 我们大声在那边 reunite reunite 好 这个叫使团聚 也是一个使移动词 咱们看一些搭配 比如说 be reunited with 表示与什么什么团聚了 使移动词吗 用被动常见 而后面跟acquaintance 类似也是跟with搭配 咱们也是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last children were reunited with their parents 这个丢了的孩子 跟他们父母亲团聚了 失踪的孩子们 与父母亲团聚了 叫be reunited with 与什么什么团聚 可以用它 好 这个看在这儿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看 跟它类似的一个词 不是使团聚 而是使统一 一般是国家呀 分裂的国家又统一了 我们再来一遍 reunify reunify 就使统一了 像东德西德 这种统一 它的名词叫reunification 就国家的统一 我们大声在那边 reunification reunification 叫做国家的统一 你像我们常说的 国家统一大业 就会用的短语叫 national reunification 可以跟这个reunite 这个动词做个变析 好 36课声词和短语 龚哥老师就看在这儿